好 继续再来看到台东县政府与国立台东大学体制人指导团队合作办理的 原住民部落长者运动即延缓失能照护 健康激励让生活不一样下乡巡回运动指导 那么在历经五个月的奔走之下 完成了县内十个文件站的课程教学 跟着台前讲师做运动 正是台东县政府与国立台东大学体制人指导团队 合作办理的109年度原住民部落长者运动即延缓失能照护 健康激励让生活不一样下乡巡回运动指导 三日下午在东大举办成果发表 前早清零也加入文件站的示范运动行列 一起拉拉弹力带训练激励 也拿起哑铃练练二头肌 让部落长者透过多元训练方式 认同运动对身体机能具有延缓的功能 目前已经完成县内十个文件站 另外有五个文件站将在十一月底完成 饶县长也期盼未来能扩及到县内每个文件站 没有把各位的肌耐力的数字记录下来 在我们一开始到我们两个月之后的肌耐力 我们都记录下来 如果有增加的话 我们就要跟袁明慧说有效果 我们就希望未来能够扩展到更多的文化健康站 让我们帅哥美女们将来在我们运动的时候 可以更有活力 那这个就是台东县政府我们很希望要做的事情 现场除了展现长者们平时在文件站的提示能课程之外 也设置影片观赏及海报展示区 除了要验收计划成果 东大提示能团队更将长者运动的首批成效 以数据化的方式记录下来 可以清楚看到长者们透过提示能课程 身体的改变与进步 东大也希望县府能够持续办理计划 推动到台东县每个地区每个部落 我们学校也是大学社会之外应该做的事情 我也感谢我们汤主任 基本上会有一些数据的成果 我想将来希望台东县政府也帮忙 推展到一般的民众的比较年长的 也来运用同样的方式增加记耐力 这次计划中也纳入赵福元提示能指导研习 强化提示能专业知识与实战经验 未来文件站平日的运动指导 可将由赵福元带领 在定期由东大提示能指导团协助与追踪 持续规划下将可在三年后 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部落长者身体活动能力 这讲解台东市报道